來,快點!快點!快點喔! 歡迎來到大隻市場 所以你從小就會幫忙家裡做海鮮攤的生意 然後就認識了魚貨 魚貨 然後18歲再去做海鮮 自己去學粗語 去哪裡學 颶豐原 那很有名的老店 他30歲結婚之後就開始開餐廳 餐廳開了差不多15、16年 然後待會就開始 他人生自哪裡吃 辛苦的日子開始了 他中施自製新鮮的五味醬 現做的 大隻這邊的客人都愛這匹的 這個是本感龍蝦 所以要去浮潛下去抓 我剛剛用冰枕過了 然後再把它切 這樣比較不會殘忍 今天現抓回來的 肉整個飽滿 老闆處理過了 怎麼煮都好吃 就直接 他要趕快 老闆來 他們的 大家 大部分都是 嘉南平原那邊的貨物 他每個禮拜會送上 然後再到我們那邊去 那我們這個是 坊山的 艾文蟒蟒 他甜度的話最常會有15度以上 通常這個都是拿來做那個蟒蟒冰 因為他的香氣非常夠 然後再健康 高血壓的人是對身體蠻有幫助 然後他可以降低那個糖尿病人 病患發病的這個機率 我賣差不多10年了 結果我是進口的是盡量 還蠻控硬的 因為他癌的比較有放荒蜂肌 然後蔬菜跟一般的都是賣有機的 跟超市比較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現買 現賣 不存貨啦 這是我們大直市場的天下第一攤 他有得獎過的喔 欸 你好 這是我們天下第一攤 台北市各府辦的 你要得到天下第一攤 其實很簡單 把你的土質做出來 每樣東西一定有檢驗的 那注重你要標準 你要成分 所有產品後面都有成分 這個肉都溫體豬肉 絕對沒有肉的腥味 也不加色素 我們是用自己在賣的黑豬肉 我們是用自己在賣的黑豬肉 溫體豬肉 是黑毛豬肉 他整個肉質吃起來比較Q啦 像蘿的部分的話就要有油脂一點 比較不會色 因為我的刀牌是球菜 是綠桶的球菜 剛好真的 所以他比較香 他特色是因為他用 用雞肉下去包的 外面很少人用雞肉在包身邊 雞肉水餃吃起來不會拆拆嗎 不會 因為我們有用那個雞油 但是雞油它是蒸過的雞油 所以他沒有油的那種腥味 這雞肉 阿秋 這老闆 接下來要釋放 講一下你的地雞行走 我們是用土雞 全母雞做的 每天要這樣滴 跟一般的不一樣 有它的香味 一隻雞可以滴出雞 不一定 要看大小隻 你們都選母雞 對 母雞比較香 比較甜 也比較溫和 而且我們這個電鍋裡面 就已經有三隻或四隻了 從早上五點做到十一點多 它的精華才會出來 它變得這麼乾 這肉都不能吃了 是一定要丟掉的 這是什麼雞 半土雞 台東花蓮那邊在 為什麼你們要特別從台東那邊的 你知道別那邊肉質比較好吃 沒有其實雞也是要挑啦 比如說會摸哪些地方 腿啊 胸啊 因為熟度越好 它越結實 毛細孔越粗就是 雞就一熟度越有 不跟我們一樣啊 小朋友毛細孔都比較小 大人就比較粗 這堆的菜都保利來的 最主要我們強調的是 南口埔里的蔬果 然後我們大部分的蔬果 都用酵素栽放的 野菜它是吃的不會苦 它用酵素下去種的 對 它這個很優秀的 它有一個很優秀的 高山 這個 這叫山上的秋軌 不要看它細細長長 覺得很澀 它不會 它只要這樣七八分鐘 就可以使用 然後很嫩 來老闆 你們這個記者要跟你拆 介紹 這個我們在台東 不一樣的孫子 這在拼凍是貼弄整 這水機都拼的 你怎麼看這個好吃 像那個牛角一樣 頭又大又彎 都自己去吃的 沒有!自己去吃的啦 這不是去討厚的 我怎麼都丟了 都丟了丟了 丟了丟了 我們的豬肉是用那個 咖鮮肉下去咖的 肥肉會居多啦 吃起來比較會黏黏的 都要煮五六個小時 煮完之後 你還要放冷 然後再拿過來 前面再滾過一次 比較好 脆功 這個是油櫃 它是用芋頭 跟再來米做的 這個吃起來會QQ的 這次比較多長輩會吃 你剩下吃這個 你都要到滴化街那邊 才會有而已 可是比較靠近市中間 沒什麼在外面 在外面 臟來像我頭好開的 鱔鱔 蛋 蛋 好吃喔 我們自己種的喔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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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